魚油大家都知道 一定就是脂溶性的 如果你早上一早起來 就空腹給他吃一個魚油 你的吸收當然會差 另外一個比較討厭的副作用就是 魚油它還是有抗凝血的作用 它會抑制血腰板的凝擊 所以如果你吃太多魚油的話 你就可能會直接出血 所以還是有點那種出血的一些風險 現在的高年級生 其實不只高年級生 很多年輕人都很流行吃飽健品 其中一個非常非常適合的保養健品 就是所謂的魚油 大家都知道吃魚油好像對你的腦 對你的血管有很大的幫忙 但是小心喔 吃錯了不但沒有幫助到你的身體 反而造成一些副作用喔 首先告訴各位什麼叫做魚油 而且我們為什麼要補充魚油 其實魚油就是所謂的 Omega-3的脂肪酸 它主要就是含兩種 一個叫做DHA 一個叫做EPA DHA在哪裡呢 其實DHA在我們腦部的細胞裡面 有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就會聽到一個講法說 多吃DHA 好像可以讓你的腦部比較活化 就比較不會失智 還會變聰明喔 另外DHA還會在哪裡 還會在你的蓄網路裡面 大家都知道 我們眼睛要承受很多的光線 就會承受很多的氧化壓力 所以很多老人家會補充所謂的葉黃素 除了葉黃素之外 另外一個在保護你的黃斑部的 就是這個DHA囉 所以說是健腦 好像又搶你的眼睛 保護你的眼睛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Omega-3脂肪酸 就是所謂的EPA 它主要就是你的血管的輕到負荷 因為它可以讓你血中的 三酸根肉質會降低 就因為魚油有這些好處 所以被大家所倡導 那另外我們是要補充魚油的時候 到底要什麼時候吃 因為保健品道路 如果你說 我知道飯前飯後吃 還是早上吃 還是下午吃 還是晚上吃 基本上大家對魚油應該有個概念 魚油大家都知道 一定就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跟很多脂溶性的維他命一樣 比如說維他命A 維他命D 維他命E 維他命K一樣 都會建議你飯後吃或是水攤吃 因為他才有一些適當的油脂 那如果你早上一早起來 就空腹給他吃一個魚油 你的吸收當然會差 那另外就是一天到底要補充多少量 其實一般成人建議一天大概1000毫克 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孕婦 可能要多一點點 可能要吃到2000 我們食官署的建議 一天是不要超過2克 為什麼 因為魚油它還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它最主要的副作用 第一個就是所謂腸胃道的刺激 所以有時候你吃太多 你可能會噁心藕肚 造成腸胃道一些症狀 另外一個比較討厭的副作用就是 魚油它還是有抗凝血的作用 它會抑制血腰板的凝擊 所以如果你吃太多魚油的話 你就可能會直接出血 所以還是有一點腦出血的一些風險 所以魚油還是不要吃太多 很多好東西在身體裡面 都是要有個適當的量 那很多還有一個疑惑 那你說魚油 魚油大概是哪裡的 很多都是從魚裡面這樣萃取出來的 那我幹嘛不直接吃魚就好了 我吃魚油幹嘛 你們不是說東西要天然嗎 你每次吃這種加工的東西要幹嘛 直接吃魚大概會有三個壞處 第一個量 那個魚裡面到底有多少魚油 其實量沒有那麼那麼的多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靠吃魚 就吃到足夠魚油的量 你一定要吃很多條很多條的魚 光吃魚可能就吃飽了 又傷了你的荷包 因為魚也不便宜 第二個就是污染的問題 因為現在都知道我們現在海洋 有很多中金屬的污染 大魚吃小魚 更大魚吃中大魚 超大魚吃普通大魚 那中金屬就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你可能不小心就吃到一些中金屬 這是污染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你烹煮的問題 很多人吃魚要怎麼煮 那可能要去煎 去幹嘛 你在煎這種高熱的過程當中 這些魚油可能就通通都會破壞掉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靠吃魚 來補充它足夠的魚油 事實上是不大夠的 所以魚油可能還是要靠一些保健品 補充品來補充 那怎樣挑魚油 第一個還是要看濃度 如果你買那個魚油的濃度不夠 其實你可能要吃很多顆 才可以補充到一定的量 第二個就是魚油的來源 我相信如果你買保健品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這個魚油是從哪裡萃取出來的 一定要確保它使用的魚類 是沒有被重金屬污染的 不然你還是跟吃魚一樣 吃到很多的重金屬 所以兩個重點 濃度跟來源 那當然最後還是要提醒各位 剛才師傅有講到 魚油有一些副作用 除了腸胃道之外 另外就是它有所謂 抗瘀血的副作用 比如說像很多心臟病的病患 他可能醫生就可以拿一些 抗瘀血劑吃的 比如說RCPO 然後其他抗瘀血劑 如果你有在吃RCPO 吃抗瘀血劑的病人 你在補充魚油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你的醫生講說 我現在有在補充魚油好不好 他可能隨時都要監測的一些 那個抗瘀血的功能 不然有時候你又吃RCPO 又吃一大堆的魚油 小豬會腦出血喔 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很倒楣 下禮拜可能要去動手術 比如說你可能有三七 或是幹嘛要做個手術 你可能魚油要暫時先停一下下 不然你在手術當中 是比較容易出血的喔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魚油是一個好東西 但是你在選它的來源 還有吃它的量的時候 都還是要有適當的限制喔 將闢一件事 關心健康所有事 我一直認為大腸癌是 非常好預防的一個癌症 50歲以上的大腸癌的發生率 有慢慢的在下降 但是在50歲以下 有上升的趨勢 年輕的族群 能夠忽略這個疾病 初期的大腸癌有什麼症狀 答案就是沒有症狀 趕快加入 健康2.0 YouTube的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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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